诸位朋友晚上好,我是Sylvia Chen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项目经理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为大家共同主持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和经济部标准检验局 共同举办的美国对婴幼儿耐用产品的安全要求网上讲座 首先我们请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国际项目办公室主任 Richard O'Brien先生给大家指欢迎此 您好,我这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我们机构坐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的马里兰州 备赛斯达市 我是理查德·奥布莱恩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简称CPSC的国际项目办公室主任 很高兴欢迎您今天参加我们的培训 在今天的培训中 您将听到我们的技术专家为您演讲 可能导致财产损失、伤害甚至死亡的产品危害 他们要与您分享他们所了解的美国产品安全要求 以及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 在我们说制造产品时 一定要注意产品安全要求的同时 我们强调在产品设计初始阶段 就注意产品安全要求也是至关重要 产品设计的早期决定 对整个产品生产过程有重要的影响 正如您所知道的 如果您生产产品的团队 由于对产品设计的决定不明智 而必须为此做出赔偿 那么您也就知道您的产品从一开始就有问题了 事实上情况有可能更糟糕 也许没有人会注意到产品的设计构成危害 直到消费者受伤了 这是我们大家都希望避免的事情 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抽空参加这一培训 如果您有建议和问题 请告诉我们 联系讯息我们会在演讲结束后告诉您 美国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CPSC 祝这一次产品安全培训成功 刚才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国际项目办公室主任Richard O'Brien先生 给诸位致词 接下来我们请经济部标准检验局 第五组吴秋文组长给诸位致欢迎词 首先诚挚欢迎与感谢 各位参与本次网络研讨会 今年已经是连续第三年 以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 举办视讯研讨会 我们相信透过资讯科技技术 可以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让彼此同步分享最新的消费品安全议题 今天的研讨会是由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以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共同倡议仪举办 本次的活动是建立在台美双方 在2004年所签署的台美消费者产品安全合作备忘录的基础上所举办 研讨会将就美国对儿童玩具及婴幼儿产品安全要求 最常发生的问题以及导致召回的原因做深入的讨论 很高兴蔡先生能够担任此事研讨会的主讲者 蔡先生在CPSC是负责儿童婴幼儿玩具 及相关产品强制性安全要求的执行工作 并为消费者及业者提供建议及指导 蔡先生也曾于2017年来台担任本局以CPSC合办的 美国对儿童玩具及婴幼儿产品安全要求研讨会的主讲者 我相信透过蔡先生融合其实物经验的演讲 我们都将拓展有关儿童及婴幼儿产品安全的知识 最后本次研讨会最后将留10分钟让大家提问 会议进行中可随时透过email提问 除蔡先生及草女士外 CPSC的另外两位专家也将加入共同回答大家的问题 请大家把握机会 最后谢谢大家的参与并祝健康愉快 刚才是经济部标准检验局 吴秋文组长给助委致辞 下面我们请CPSC资深合规官员 Joseph Tsai先生给大家做 美国对婴幼儿耐用产品的安全要求演讲 让我们欢迎蔡先生 您好 我的名字叫做Joseph Tsai 我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也就是CPSC合规办公室的资深合规官员 在今天这个机会 我代表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用华语向台湾以及全球华人生产出口 进口以及销售 婴幼儿耐用产品的产业 再次的说明婴幼儿耐用产品的共同要求 首先我要向各位解释 什么是婴幼儿耐用产品 接着我要向各位说明 婴幼儿耐用产品需要遵守什么法规 然后我要向各位说明 婴幼儿耐用产品在2008年 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下的产品注册和标签要求 然后我要向各位说明 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下之 儿童产品的第三方测试和认证要求 最后我要向助军提醒其他的共同要求 包括签、塑化剂和小部件 那什么是婴幼儿耐用产品呢 婴儿和幼儿耐用产品被法律定义为 给五岁以下儿童使用或可以合理预期 使用的耐用产品 2008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 要求CPSC颁布婴幼儿耐用产品的安全标准 这个法律要求新的标准与现有的自愿标准相同 如果能降低受伤的风险 则新的标准可以更严格 那婴幼儿耐用产品需要遵守什么法规呢 第一个 他们要遵守其个别的专属产品规格 第二个 婴幼儿耐用产品要遵守产品注册和产品标签之规定 因为婴幼儿耐用产品是儿童产品之一 所以他们要遵守儿童产品的第三方测试和认证之规定 当然还有婴、塑化剂和小部件之规定 这里总共有26个不同的婴幼儿耐用产品 所有26个其专属的产品规格 在今天我们不谈这26个不同的产品规格 原因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自2011年我们开始对婴幼儿耐用产品之发以来 我们总共发现了353件违规的产品 中有29%是注册违规 8%是注册违规再加上标签违规 有4%是注册违规再加上认证违规 27%是注册违规 27%是注册违规 标签违规以及认证违规 并仅只有三分之一是属于产品规格违规 就是说非产品规格违规的占了68% 也就是三分之二 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今天要向各位解释 婴幼儿耐用产品的消费者产品注册和产品标签之规定 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 明文规定 因幼儿耐用产品 必须遵守特定的产品注册表和标签 产品注册表必须附在产品上 产品标签必须在产品本身和其包装上 产品上的标签必须是永久性的 产品注册表和产品标签的目的 是为了要促进产品召回的效能 也就是Recall Effectiveness 那应幼儿耐用产品的标签需要有什么讯息呢 第一个当然是制造商的名称 第二个生产日期 第三个产品试样名称和型号 也就是Model Name and Model Number 然后是产品的原产国及其城市 最后是制造商的讯息 而且必须是美国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我再重复一次 制造商的讯息必须是美国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接下来我来和各位谈一谈 应幼儿耐用产品的产品注册需求和产品注册表 产品必须有油资已付的产品注册表 注册表必须付在产品上 所以消费者在购买产品后能注意到它 制造商的名称和制造商在美国的连续讯息 产品的试样名称和型号必须已经印在注册表上 制造商必须保存消费者所注册的资料与记录 必须让消费者能在网上注册 接下来我们来看产品注册表的范例 下面是消费者所保存的部分 下面是消费者邮寄回给制造商的部分 我手边是前面 右手边是后面 消费者所保存的部分 前面必须要有目的声明 后面必须要有制造商的美国连续讯息 这包括了地址和注册网站 如果没有注册网站 则需要有email地址 要有已经印好的产品讯息 包括model的名称 model的号码 以及制造日期 消费者邮寄的部分 一定要是游资已付 请不要让消费者自己出游资 必须要有制造商在美国的邮寄地址 必须要有 后面必须要有 让消费者填写其连续讯息的地方 必须要有消费者的名字 地址 电话号码 以及他们的email 而且形式必须要像这样子 一格一格的模式 所以英文字母能填进去 必须要有已经印好的产品讯息 包括model的名称 model的号码 以及制造日期 接着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方法来看产品注册表 这里是消费者自己所留下来的部分 这是前面 这是前面 这是后面 前面一定要有目的声明 后面一定要有制造商的美国连续信息 包括他们的地址 注册网站 如果没有网站 如果没有网站 则要有email 必须要有已经印好的产品讯息 model的名称 号码 以及制造日期 接下来我们来看产品注册表 消费者所邮寄出去的部分 这是前面 这是前面 这是后面 前面必须要邮资以赋 所以消费者自己不必出游资 当然要有制造商的美国邮寄地址 它的背后则必须要有让消费者填写连续讯息的地方 包括消费者的名字地址 还有电话号码以及email 必须要有已经印好的产品讯息 接下来我和各位谈一谈儿童产品的第三方测试和认证 婴幼儿耐用产品是儿童产品之一 所以婴幼儿耐用产品必须要经过第三方测试和认证 2008年的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 要求制造商必须将其儿童产品 包括婴幼儿耐用产品 给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所认可的第三方检测试 按照适用的美国法规检验 检验后呢 依照第三方检测试的检验报告 提供一份儿童产品证书 也就是children's product certificate cpc 儿童产品证书必须停购给零售商或分销商 并在报关美国海关时随附 那儿童产品证书需要有什么讯息呢 第一个当然是产品的名称 第二个必须列该产品所通过的一个cpc 儿童产品之安全规则 然后是列签署该产品证书的进口商或美国国内制造商的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 必须列检验报告持有者的连续讯息 包括他们的名字、地址、Email和电话号码 必须要提供本产品的生产日期和其原产国及其城市 必须要提供本产品检验的日期和地点 必须要提供检验本产品的cpc认可之第三方检验室的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 cpc的网站有好几个儿童产品证书的范例 请到我们的网站看一看 最后我要向祝君提醒其他儿童产品的共同要求 第一个是小部件 婴幼儿耐用产品是给婴幼儿用的 所以当然不可以有小部件 接下来是铅 铅的含量 特别是塑胶里面的铅含量 不可超过100个ppm 铅里面的铅含量不可超过90ppm 最后是塑化剂 这八个塑化剂每个不可超过0.1%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婴幼儿耐用产品的案例分析 我们问以下哪一个产品是婴幼儿耐用产品呢 中间那一个是婴幼儿耐用产品 它是婴儿碰碰座 左手边是玩具碗熊 右手边是跳跳球 它们是玩具 所以它们不是婴幼儿耐用产品 请问以下哪一个产品不是婴幼儿耐用产品呢 哪一嘴不是婴幼儿耐用产品 请问 然后是制造商的连续讯息 而且必须是美国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以上的讯息必须在产品本身及其包装上 并且在产品上的标签一定要是永久性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产品注册表 那消费者所保存的部分需要有什么呢 里面一定要有目的声明 后面要有制造商的美国连续信息 包括他们的地址 或者是注册网站 如果没有注册网站 则需要有email 还有已经印好的产品讯息 包括产品的名称 产品的号码 以及他们的制造日期 那产品注册表 消费者所邮寄的部分 需要有什么呢 前面一定要由自己付 还有制造商的美国邮寄地址 背后则要有消费者填写其连续讯息的地方 包括消费者的名字 地址 电话号码 以及他们的email 而且必须要像这样子 一格一格的模式 所以英文字母能填进去 当然必须要有已经印好的产品讯息 码斗名称 码斗号码 以及制造日期 您希望在美国销售 您希望在美国销售此产品 这是婴儿欲作语 在将此产品带入美国前 您应该准备什么呢 1. 第一个必须确保产品本身和其包装上有永久性的应用而耐用产品之标签 必须确保产品上附有产品注册表 让CPAC所认可的第三方检测室检验你的产品 并确保产品本身通过所有的适用之CPAC法规 年过后呢 依照第三方检测室的检验报告 提供一份儿童产品证书 也就是CPC 并在曝光美国海关时随附 谢谢 Thank you 接下来是问答时段 刚才在蔡先生演讲中 我们收到了很多问题 欢迎诸位继续提问 您有问题 可以email到这个地址 cpsc underscore webinar at cpsc dot gov 我再重复一遍 cpsc underscore webinar at cpsc dot gov 我们今天很荣幸地请到了 Carol Afrabach和Keisha Walker 两位资深合规官员 与Joseph Tsai先生 一起回答诸位的问题 他们两位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 合规及实地运作办公室 法规执行处的资深合规官员 对美国的消费品安全法规和要求非常熟悉 并且有丰富的制法经验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Joseph Tsai先生 Carol Afrabach和Keisha Walker 回答听众的提问 诸位可以用国语提问 也可以用英文提问 诸位啊 我们刚才接收到的第一个问题 是问那个 说加拿大有那个学步车 还有瑞士也有学步车 都说有那个双兵S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Carol Afrabach 回答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 请Carol Afrabach At this time CPSC doesn't have an intention to ban infant walkers We do have a mandatory standard in place that addresses risks that are posed with use of the product including falls from stairs and tip overs And in addition no we have no regulation pending on bisphenol S 您好 目前CPSC没有计划要 要那个ban这个baby walker 但是我们对baby walker有强制性的规定 特别是强调那个 baby在用baby walker的时候呢 不会从楼梯上掉下来 还有没有那个反复的危险 关于那个 Bisphenol S 用中文名字叫双兵S 我们目前没有法规 规定那个双兵S的规定 Thank you 谢谢Carol 谢谢周 我们接下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个 英文那个问题是 那个耐久应用儿产品 都需要做那个小部件测试呢 还是只是玩具的部分需要做小部分测试 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可以 他直接回答 所有的 in your nylon产品都要遵守小部件的规定 就像我在presentation讲的一样 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in your nylon产品 它的设计都不太一样 所以在测试小部件的时候呢 我们是英文叫做case by case basis 也就是我们看它的设计是什么样子呢 所以我们再看依照它的设计 来做适合的检验和测试 谢谢 我们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个 我先说英文 Under ASTM F963-17 Toys and parts of toys which due to their inaccessibility size, mass, function or other characteristics cannot be sucked, mouthed, or ingested are not subject to solubility testing requirements What would these products be required to undergo any solubility testing 下面我翻译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在那个ASTM F963-17 玩具和玩具的部分 如果它们是接触不到的 或者由于体积的关系 或者功能的关系 或者其他特点 而不能够被吸损 放在嘴里或者吞咽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面 他们是不是需要做那个溶解测试的 是不是需要符合溶解测试要求 这些产品呢 那个溶解测试 还有那个溶解测试 是不是也需要符合那个要求 下面这个问题我们请 下面这个问题由Carol来回答 solubility testing would not be required for these components except that accessible components where there's a possibility that those components could be brought to the mouth and in contact with the child's mouth should be tested to the solubility requirements 我们接下来一个问题 are durable infant and toddler products subject to the phthalate limits 我翻译一下 就是那个耐久应幼儿产品 是不是需要那个符合那个 林本阿甲酸纸的那个限制的要求 下面由周回答 应文的问题是 are durable infant and toddler products subject to the phthalate limit the answer is yes the limit for certain regular phthalate applied to children's toys and childcare articles Durable infant and toddler products that contain accessible plasticized component toys or that are intended to facilitate sleeping, feeding, or help the child in sucking or teething will require testing for example the tray on the high chair is considered as a childcare article require testing for the irregular phthalate 在我presentation里面讲的 那个八种不同的塑化剂 如果是 如果 引用耐用产品 它上面 是给小孩子睡的 或者是小孩子喂食的 或者是 就是让小孩子在吸食 或者是用牙齿咬的 那些部分呢 这些就要做这些的 数据的测试 下面一个问题 who is required to maintain the CPSC 就是谁需要保留那个儿童产品证书 这个问题我们请Carol来回答 The requirement is that the US manufacturer or the importer should maintain the CPSC 规定上是美国国内的制造商 或者是美国的进口商 他们必须要保有这个儿童产品保证书 就是儿童产品保证书 我们下面一个问题是 Can the third party laboratory or the foreign manufacturer or supplier draft the CPSCC 我翻译一下 就是那个是第三方测试实验室 还是外国的製造商或者供应商 就要起草那个儿童产品证书 接下来有这个问题 接下来有 Carol来回答 Yes the third party laboratory or the foreign manufacturer manufacturer can draft the CPC for the US importer however the US importer's addres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has to be present on the CPC 答案是可以的 第三方检测室 还有国外的制造商 他们可以帮您提供给您一个儿童产品保证书 但是美国国内的进口商 他们的连续讯息 还有他们的名字以及地址都必须在这个儿童产品保证书上 我们接下来一个问题是 how does the CPC check for compliance and check CPC when products are entered customs what proportion of shipments are checked and are the requirements the same as each port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说那个CPSC 它是不是会那个 是怎么检查那个儿童证书 以及那个是符合法规的 那么这个在那个 在那个货物进入那个海关的 进关的时候 那个被检查的那个 那个货运是 那个比例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每个口岸都是要求是一样的 就要回答这个问题 当在美国的所有的港口CPSC 在检验产品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个看您有没有提供给我们儿童产品证书 然后我们在看你儿童产品证书的时候呢 我们也检查 要求您提供儿童产品的检验报告 所以我们看你的证书还有检验报告 我们看这两个有没有符合 有时候我们在看检验报告的时候呢 看检验报告是不是 本身是不是有没有被篡改过 或本身是假的 是真的还是假的 至于美国海关是怎么检查的呢 这个我们本身不清楚 因为我们没有美国海关的那个检查的手续 谢谢 我们下面一个问题 Where can we find regulations applicable to durable infant or toddler products? 我们怎么来寻找那个 就是试用那个耐久应用产品的那个法规的 最终法规的 这个问题 Joe回答这个问题 您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www.cpse.gov 然后在我们的法规的那个部分呢 进去 我相信我们的网站也有中文 所以您也可以 英文不行的话呢 也可以到我们的中文网站去看 谢谢 我们下面一个问题 For durable infant or toddler products How long should the manufacturers keep the records of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registration 我们下面一个问题就是那个 对应用应用应用儿产品 那么他们那个记录需要保持多 那个制造商记录需要保持多久 在他们那个 在他们那个提案件的那个 登记那个书以后 那么现在我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先由Carroll来回答 The requirement is that the manufacturer of durable infant or toddler products maintain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registrants for a period of not less than six years 美国的法规是规定如果您收到了 注册的资料的话呢 您最少要保有这些注册的资料 最少要保有六年 我们下面一个问题啊 Can manufacturer provide a QR code and an app so the consumer can use their smartphone to scan the QR code and register online 这个问题就是说制造商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个 QR那个密码或者是个 app 这样的话呢消费者就可以用他们的手机 来那个扫描一下QR码 或者就是然后就是在那个网上登记 这个问题我想我请 我们请那个Kisha Walker女士来回答 A manufacturer may include a barcode or other machine readable data that when scanned would provide a direct link for the consumer to register the product such a link must comply with all the requirements of this part 1130 including those in 1130.7 and the restriction that the manufacturer shall not use or decimate the consumer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for any purpose other than notifying the consumer of a safety alert or recall 下面我来翻译啊 就是说那个是的制造商他们是可以 用那个QR code来那个扫描的 他们要注意这个QR code必须完全符合 那个CPSC的所有的要求 包括那个1130那个法规和1130.07的法规 以及那个所有的那个禁令啊 那个所有的规定都得符合 如果制造商或进口商要在他们的消费者的注册表里面加上QR code 所以消费者可以上网注册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您有这个上网的注册的是一个option 也就是是一个选择 但是那个应用的耐用产品本身 一定要带有就是那个产品注册表 谢谢 下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 How can I get a postage paid service for registration form 他就说那个我怎么 如果那个我那个表格寄出去的时候 我怎么就可以就可以表格 就是说是可以免费 就回答这个问题 关于如何在您的消费者的产品注册表上 怎么怎么能弄由自己付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到US postal service 就是美国邮政局的网站去购买美国的那个邮票 然后把美国邮票就放在 黏在你的那个消费者的注册表上 诸位不知道还有没有问题啊 如果你们有问题 你们现在可以email到这个email地址 cpscunderscorewebinar at cpsc.gov 就是在我们的那个会议 那个网络会议程的上面写着 cpscunderscorewebinar at cpsc.gov 如果大家现在没有问题的话呢 那么我们的提问就到此为止 这一网上讲座呢我们会上网 上网以后的网址呢 我会传送给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黄慧芳女士 她届时呢会告诉诸位网址 以便诸位后续观看 也欢迎诸位告诉其他同行 欢迎业界其他兴趣人士收看这一网上讲座 如果有问题呢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你们还可以把E-mail到E-mail到这个地址 cpscunderscorewebinar at cpsc.gov 我们在座的四位都是会收到 同时间可以收到这个问题 那么欢迎诸位收看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和经济部标准检验局 今天共同举办的 美国对婴幼儿耐用产品的安全要求 网上讲座 祝各位晚安